自古以来 成王败寇 为了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 无论是英明贤主 还是昏庸无道的帝王 都免不了经历一番斗争 哪怕是开创了大唐盛世的李世民 也不外如此 唐太宗李世民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民君主 他不仅开创了贞观之治 同时在唐朝的经济 文化 政治 军事等各个方面 都有着十分明智的举措 不仅使百姓安居乐业 更是奠定了唐朝富强的根基 可是呢 人无完人 李世民也有许多被后人诟病的地方 其中玄武门之变 以及他强占李元吉妻子的事情 更是成为人们插鱼饭后的笑谈 当然 关于他强占自己兄弟妻子的原因 人们也曾有过诸多猜测 那么 李世民为何强占弟弟李元吉的妻子 难道只是因为李元吉妻子的美色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李世民强占弟习的故事 李世民的称弟之路 曾惹得无数人唏嘘不已 因为他能当上皇帝 是以牺牲了自己的亲兄弟的生命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将位置互换 相信许多人都会做出 与李世民同样的选择 随朝末年 随阳帝阳广 昏庸无道 整日贪图享乐 不顾民生 无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被逼无怠之下 纷纷起义 李元作为随朝重臣 临危受命 带兵前去平乱 可是数次之后 李元 李世民发现 异军的目的 不是为了争夺天下 而是为了让百姓 过上安稳的日子 如果阳广继续执政 那么无论他们剿灭了多少异军 百姓还是会再次起义 因此 李元终于在李世民的建议下 竖起义军大旗 开始对抗随朝的大业 李世民呢 本就为人豪爽仗义 善于结交武力人士 在起义之前呢 麾下就有众多武艺超群的将领 在他竖起义军大旗之后 更是有许多江湖人士 慕名而来 使他实力大增 因此 在建立大唐王朝的过程当中 李世民的军队立功无数 打了诸多胜仗 可以说 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军队 李渊是否能建立起唐朝 都是个未知数 可是 当大唐江山已定 唐高祖李渊 建立大唐政权之后呢 害怕功高盖主的李世民 妨碍自己立太子 因此便联合齐王李元吉 一同排挤陷害李世民 想让李世民远离京都 奈何李建成李元吉兄弟 害怕李世民拥兵自重 因此多加阻挠 逼迫李世民 交出兵权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李世民有感觉 危机即将降临 李世民身后的功臣意义集团 他们也是人人自危 所以 李世民只好发动兵变 进行逼宫 也就是史上著名的 玄武门之变 公元626年7月2日 李世民率众人 埋伏在玄武门附近 不明所以的太子李建成 以及齐王李元吉 也一起入朝 骑马奔向玄武门 李建成与李元吉 来到灵狐殿 察觉到了变化 立即调转码头 准备返回东宫 以及齐王府 李世民见状 连忙在身后追赶呼唤他们 李元吉心道不妙 于是搭弓射箭 射向李世民 或许是心急逃走 因此连放了两三箭 都没能射中李世民 李世民于是也搭弓射箭 却没有射向李元吉 而是直接射向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被李世民射中 当场去世 之后 玉世公带人赶到 将李元吉射下来 本想逃走的李元吉 却突然看到李世民的马 突然发狂 李世民衰落在地 一时难以爬起 于是李元吉上前 夺走李世民手中的弓 想要将李世民置于死地 恰逢此时 玉世公赶到 李元吉自知不是对手 于是想快步跑入武德殿 寻求父皇庇护 但他还是没能跑过 玉世公的快马 被玉世公持剑射中 当场毙命 就这样 玄武门之变 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两个月后呢 李元也将皇位 善让给了李世民 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啊 李世民为了斩草仇根 毫不留情地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 以及李元吉的五个儿子 全部诛灭 最是无情帝王家 哪有什么兄弟手足之情 疏值血脉之情 全部杀光 后来 李世民追封 以故太子李建成为西王 嗜好为尹 是为西尹王 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 嗜好为辣 是为海陵辣王 皆以王里葬至 其实两个人的嗜好 都是下等嗜好 虽然李世民将李建成 与李元吉的孩子 全部出面 但是却留下了他们的遗伤 李世民将李建成的妻子 却将李元吉的妻子 纳入了自己的后宫 世人皆对李世民的 这个行为不解 甚至许多人都认为 李世民只是贪图 李元吉妻子的美色 才做出强占自己兄弟妻子的事情 其实不然 除了李元吉妻子的美色 让李世民动容之外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 按理来说呀 此时的李世民 已经奠定了 九五之尊的无上权力 天下女子任其挑拳 他完全犯不上 一位一个女子 背上强占兄弟妻子的骂名 但是李世民为何 还是这样做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 李世民垂涎 杨氏的美色许久 相传 杨氏皮肤白嫩 身材恶嫩 长相清秀 举止优雅 李世民曾多次看着 杨氏目不转睛 在玄武门事变后 李世民率先将杨氏 纳入了自己的后宫当中 甚至还有将杨氏 封为皇后的打算 不过在大臣们的吉利劝 走下不了了之了 第二个原因是 李世民存心报复李元吉 李世民对李元吉的 积怨已久 李元吉曾多次挖苦过李世民 甚至还在李元面前 故意诋毁李世民 使得李世民在李元心中的地位 极其不堪 对此呢 李世民早已怀恨在心 因此 在玄武门事变之后 虽然李元吉已经身手异处 但是李世民还是觉得不解气 因此才将李元吉的妻子 杨氏抢回后宫 强行将他变为自己的皇妃 以此来报复李元吉 第三个原因是 李世民想要借助杨氏的家庭背景 来稳固自己的权利 李元吉的妻子乃出身于 弘农杨氏 在这个氏族当中啊 有不少人都是隋朝的高官 在当时 弘农杨氏的势力 虽然不能说是权清朝野 但也是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 在唐朝建立之后 弘农杨氏家族中的许多人 也在唐朝为官 势力颇大 而刚刚经历过玄武门事变的李世民 他的所作所为 必然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名声 很容易被有心之人 借此来撼动他的地位 因此 李世民为了拉拢洪农杨氏一方 就刻不容缓地 将李元吉的妻子 变成自己后宫的嫔妃 因此将红农杨氏捆绑在自己的势力当中 所以借用红农杨氏的势力 来稳固自己的政权 才是李世民非要强占李元吉妻子的主要原因 罪是无情帝王家 虽然李世民的做法极其粗暴 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但是呢 李元吉的妻子杨氏 却对这件事情 并不是十分排斥 首先 杨氏与李元吉的婚姻 原本也是政治联姻 只不过他之前嫁给的是王爷 现在陪伴着的是皇帝 从家族利益而言 他被李世民抢走 反而是一件好事 其次 相较于李元吉 李世民不但文武双全 一表人才 同时更是长相极为英俊 因此啊 杨氏哪怕是被李世民强占后 心中也没有过多的不悦 不过 唯一让他比较烦心的一点就是 毕竟他之前是李元吉的妻子 所谓能臣不是二主 好女不是二夫 他成为李世民的后宫嫔妃后 难免会遭人口舌 贤氏发动兵变 除掉自己的亲兄弟 坐上皇位 又将自己兄弟的妻子 强行霸占 这些对于李世民的风评来说 都是极为不利的 好在 李世民不愧为一代明君 真观之志的壮举 足以获得百姓对他的认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